我們就今天繼續尋答 一直到法案處理完畢 謝謝 主席有請我們陳次長答詢 陳次長請 次長好 我想飯堡法 從制定到現在也將近15年 社會大眾對這個法 其實在保障人權上 覺得其實空有其法 事實上還是很多改進的空間 這個也付出非常多慘痛的經驗 很多的犯罪被害人 以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身體 健康等等 其實喚起了我們不斷要去修改完善這個法 所以尤其是今年初 發生了兩個我們留學日本的女留學生 也被這個同樣是留學的 國人給殺害 那引起社會的震撼之後 更是認為說這個飯堡法 對國人的保障不足 就是說沒有辦法 擴及到境外 沒有司法互助的一些地方 因此本席也提出修法的提案 但是我們也了解 法務部認為這個涉及到對法律體系 或者是精神 一個很大的變革 所以是比較保守 認為能夠修得越少越好 那麼但是事實上 如果沒有大的翻修 無法回應社會的期待 事實上未來還會發生很多 令人遺憾的事情 而我們法律保障不足 那麼尤其是在實施兩公約 我們簽訂兩公約 政治公民跟經濟社會的權力公約之後 我們把外國人在台灣 境內都列入到保護的對象 而對國人在我們的境外 保護卻有所不足 那麼從這個案例裡面都可以看到 這不只是法律面的問題 也涉及到行政 我們的駐外單位 對國人在國外 遭受到一些傷害 其實這個時候是最需要政府幫忙 但政府卻以我們的公權力不及 來採取比較消極保守的一個做法 比如說我們的外交部 或者是駐外的相關單位 事實上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比較一種消極的一個態度 那麼因為本席也協助 包括林子盈朱立傑這兩位受害人和家屬 去處理有關於事後的不管訴訟 還有一些交涉 所以感受很深 那麼但是我知道法務部有你們時間上的壓力 所以認為說一年後才要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修改版 那本席是事實上也準備了一個 目前的提案是比較屬於小修的版 也準備了一個大修的完整的一個版 那我要問就是說一年齁事實上太長了 我是認為法務部應該在就是明年度的下會期 也就是九月份那個會期就應該要提出來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再會期出啊 經過行政院核定送出來的話 那個會期又浪費掉 事實上就變到後年了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啊 是法務部可以來承諾 朝明年九月份提出一個更完整的版本 那來送到立法院審議 可以吧齁 時間不是一整年的意思啦 就是至少你中間給你多一個會期的話 那過了暑假之後你也整合的差不多嘛 那行政程序要完成 所以那個時候送到立法院來 那麼有關於這一次的小修版齁 我是覺得也刺激了法務部提出一些新的概念齁 這裡面我是覺得尤其針對境外的部分 有幾個地方齁 本習也是表示肯定啦齁 但怎麼樣來完善還要再努力齁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扶助金 創設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麼這個第一個有時候救急啦 在第一時間就能夠給受害者或者他的家屬啊 必要的協助 至少啊讓國人感覺到在國外不會 沒有政府的一個關心跟溫暖 所以這個是本習支持齁 但是你們在唯德不足啊 變成在適用的對象 是中華民國國民於中華民國領域外 因其他中華民國國民之故意行為被害 齁才可以 換言之要國人殺害國人才可以啊 但因為國人在海外 事實上很可能被齁外國人給殺害啊 那這種例子事實上 今年一整年也不會超過十個例子啦 因為這個畢竟要有因故意行為而被害嘛 不是什麼天災人禍的事情而已 所以不多 我今天的建議也要求我也會提修正案 把這個齁 這個齁 指限 只要被害人是我們的國民 不管加害人是哪一國齁 就這一點來講我想請法務部齁 你們到底執行上有什麼困難啊 程度上我剛剛講過不會超過十個嘛 請問請你簡單說明一下 原先我們思考的是針對被害人是本國人就可以了 那因為不同機關有不同機關的考量啦 所以變成行政院版本有這個性 但是委員這個意見呢我們可以思考 你同意啦 也不是你思考而已啦 我們要改 我們立法院的職權嘛 所以雖然行政院合定的版本跟法務部有所不一樣 但我們立法院就還是要針對這個 只要受害者 他是國人就可以 這一點 感謝你的 你們本來的版本也是這個精神嘛 只是到了行政院被更改 我們現在要把它齁 落實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人在海外齁 舉目無親啦 尤其語言又不懂 人總又不一樣 這個時候住外單位很重要 那有司法付出的當然很容易 可是沒有還是很多 有些是大使館可能比較直接 有些是代表處相對困難 所以這次跟日本啊 事實上 我就發現說我們的住外單位還是不夠積極 所以我認為在二十九條之一啊 你們提到說相關機關應提供必要之協助啊 即主動告知其相關權益啊 本席啊認為啊應該把它增加為相關機關與相關住外單位 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即主動告知其相關權益 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們不能以公權力比較不及 我們不能倒果為因啊 我們目的是要幫助啊 受害人嘛跟他的家屬 所以更應該積極 那這個不只是行政 我如果他賦予法源啊 可能會更明確喔 就這一點我想法務部沒有理由去反對嘛 好這第二個 第三個當然涉及到也是相關啊 當然就是在你們的第三十條 最後一項 那麼你提到說第一項保護措施之提供 以在台灣地區為限 那我是把它修改為齁 就是第一項保護措施是提供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 因協調相關住外單位為緊急之必要協助 我們的販保協會當然也很認真啊 人也很少錢也不夠 是要充實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不能夠積極去協助 比如外交部 我們的這一個包括相關的像喬委會 那讓受害者家屬為了要去跟政府跨部會聯絡啊 你就去世間不少了啦 因為在那個關鍵時刻 他怎麼知道政府是贏啦 機構這麼多 所以這個時候我認為販保機構 其實來協調協助是必要的 這一點我想也請法務部來支持 這個是賦予他積極作為啦 也符合立法的宗旨嘛 好不好 但是我們販保是財產法人 我知道嘛 我們遇上我們編的嘛 我們就是按照這個來落實 讓他這個無縫接軌啦 政府以外我們這個販保的這個 這個機構嘛 基金會嘛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讓他記住 錢不夠 我們多編經費嘛 讓他人力充足 我覺得這個才是啊 根本的一個辦法 最後一點齁 有關於第三十條之一 當然你們也做了一些修改 就是媒體啊 錯誤報導的一些啊 責任 齁但是你們有講 跟沒講也差不多啊 齁 你們講說因為有相關的這個 法律規定要負民行事跟行政的責任 那我是認為這一條齁 應該把它明確化 其實齁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出版法 很多也不能夠去處罰 我們的廣電三法相關的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警告 齁要求更正然後之後如果不行警告 那性侵防治法 就比較明確 有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的劃緩 所以我認為 對這個部分犯罪被害人啦齁 就是說媒體應注意被害人 及其遺屬之名譽及隱私 為錯誤報導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啊 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的劃緩 並得採行其他必要之處置 我認為唯有這個樣子罰則下去啊 才能夠對於啊 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他知道那個份寸 他如果錯誤他去更正當然也可能免罰啦 但是如果不斷的在傳播媒體 我當過新聞指導我知道 在第一時間因為資訊的需要 軟倒了你知道嗎 比如以林子瑩這個案子啊 他明明就是被害媒體把它報成說 他們是因為感情糾紛 這個東西存在了所有的媒體後來 網路上不斷的傳播 這個差很大咧 一個人無辜還要遭受惡度傷害 所以我認為 類似像性侵防治法這樣的規定 是有必要把它明確化 這一點啊我期待 我們待會修法的時候啊 本院的同仁也可以全力來支持 那麼以上啊 就是 這個 謝謝你的回應啦 那我期待在9月之前 就已經完成了 比較大的翻修的版本 那我會全力來跟法務部啊 來溝通討論內容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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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观看